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警戒 疫情特別報導 我們來歡迎這一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台北市議員洪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傳出來這個消息是說 陳時中和美國的衛生部長視訊 提到了就是這個疫苗 到底有沒有譜了 他是說美國的疫苗分配 會考慮到台灣的需要 但是昨天柯文哲也是打臉說 到此時此刻 美國跟我們關係這麼好 也沒有給過我們一劑疫苗 那你這個是不是又在打美國牌 又要讓人民安心 還是說柯文哲罵完之後 你才出來講講話 因為這並沒有給實質的答案 或承諾說 到底什麼時候給 給什麼 給多少劑 什麼時候到 對不對 漢廷 認真的希望民進黨陳時中 每一次跟海外人士有接洽 跟美國有接洽 說要爭取什麼 說要談判什麼 麻煩等到了再說好嗎 陳時中過去以來 動不動就講說 下個月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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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就說會有三千萬劑 然後直到現在 開始防令假新聞 說不准有三千萬劑的 這種事情 所以到底美國會不會給 跟給多少 麻煩等真的簽上了約 或者是疫苗到了之後 再說 我還記得去年十二月的自由時報 頭版還說 陳時中講有一千萬劑的莫德納 要來了 甚至輝瑞什麼都來了 而且上面新聞的標題 還叫做即刻就能夠送來 隨時都能送來 為什麼等了半年多 這個所謂的隨時到現在 都還沒有 而且更關鍵的 其實從這一次跟美國 蕭美琴的談話裡面 已經露出端倪了 蕭美琴說過去以來 都在幫友邦買疫苗 所以沒有幫台灣人拿疫苗 他說現在已經開始談判滿疫苗 所以這個現在之前 陳時中從來都沒有要蕭美琴 去談疫苗的事情 那為什麼 天啊 為什麼從去年林泉東洋 斷掉11月之後 到今年的5月份 就中間將近六個月半年的時間 陳時中都沒有像蕭美琴 或者民進黨都沒有像蕭美琴說 拜託去跟美國要疫苗 為什麼 為什麼民進黨 整整拖了半年 都沒有意識到疫苗的需要性 跟迫切性 那如果現在蕭美琴 輕輕鬆鬆一談 馬上疫苗就來 那過去半年在幹什麼 是 這才是大家要問的 所以過去半年是什麼樣的力量 會使得第一個 林泉東洋的疫苗破局了 就當初為什麼買不到 現在指揮中心還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不能討論 誰講就是假新聞 那麼第二個 就是地方政府要購買的時候 為什麼陳時中 原本在回答陳育甄委員說 地方政府可以買 持開放態度 到了隔兩天馬上又改口 說不行 全部都要收歸中央 那為什麼 很顯然的就是有一股力量 希望說這個疫苗的事情 要留下來 留到什麼時候 留給所謂的台產疫苗 所以前兩天薛瑞福才講說 衛生部 衛福部才講說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有購買了疫苗 包含有AZ的疫苗 將近一千多萬劑 然後也有台產的自製的疫苗 也是一千多萬劑 但是在這裡面 完全沒有當初林權東洋的 這個去談的BNT 然後也沒有先前 自由時報所報導的輝瑞 那為什麼這個本來 有機會可以談好的 現在卻沒有 當時陳時中不是信心滿滿的說 是德國主動要來跟我們談嗎 還講說如果德國要來談 那我們就來談 一副擺得非常高大上的態度嗎 所以這充分證明了 第一個就是過去的一整年以來 民進黨和陳時中不斷的說謊 大內宣在欺騙老百姓 動不動就講說疫苗要來了 動不動就講說陳時中一發飆 然後BNT馬上來信 馬上願意賣給台灣 好像把陳時中抬得跟神壇一樣 但實際上過了半年我們才發現 對 潮水退了才發現誰沒穿褲子 那麼第二個更可疑的就是 為什麼直到這幾天 民進黨跟這個指揮中心 要用高度下令的方式來禁止談論 當初沒有買疫苗的這件事情 大家都談論好久了 為什麼要現在談 因為他們知道了 現在老百姓最關心疫苗的事情 所以就會去談 那為什麼當初可以買得到疫苗 為什麼去年從八月開始 跟林全可以溝通 然後溝通到了第十一月的時候破局 這個破局到底是誰害的 所以民進黨現在非常害怕 當初的這些內幕被揭發出來 才要用法律開始來前置老百姓的言論自由 也是政治考量 這是非常政治凌駕防疫的事情 所以到現在 那到底疫苗在哪裡 那麼陳時中講說 我們現在也在談判中 也在爭取中 那麼拜託你盡快談判盡快爭取 那麼一切的功勞 跟一切的攻擊 就等到來了之後再說 感覺都在臨時抱佛腳 你趕快視訊 然後還有這個 蔡英文也說 他什麼半夜趕快打電話 現在都在為了疫苗 在莫雷修 那為什麼半年前不做 現在大家就是急著要疫苗 因為就是看到 其他國家打疫苗之後 好像陸陸續續開始解封 問一下醫師 在美國這個地方 是不是打完疫苗的成效還不錯 還有大家也覺得 如果說我們國家就是這麼 不可靠 不靠譜 要不到疫苗 我們有沒有辦法 像台美醫界總有一些交流 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醫界的管道 能夠取得一些疫苗 我先講簡單的問題 大概從個人醫界的角度 公司的角度 大概不太可能 因為全世界現在疫苗 搶得非常兇 大家幾乎都是國家 對國家的這種高度去搶的 而且是很早就搶了 大概距離現在 一年前的現在 臨床事情根本沒有做完 就在我們還在覺得說 我們是模範生的時候 大家就在搶了 所以我們去年底 去年中去搶其實已經慢了 那不是你有沒有錢的問題 另外就是我來講一下 目前打三個最受矚目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已經至少打一劑的是六成 這是全國人口 所以包括小朋友 小朋友本來現在疫苗 就有些還是不能打的 那60 然後英國是50 美國也打到48了 美國有點後來居上的感覺 要打多少才能夠群體免疫 一般來說 我們指揮中心抓的是60 可是這個數字不一定 這個數字在每個國家 其實要看你的R0值 傳染力多高 所以Dr. Fauci 其實最近是說大概70到85 可能比較保險 所以總之應該是打越高越好 英國 美國這些國家 目前打到那麼高之後 開始逐步的在放鬆一些社區的管制 我看英國跟以色列其實都做得不錯 他們逐步在放 然後開始餐廳又開 然後人流又可以聚會等等 疫情沒有起來 他們控制得非常好 可是美國不太一樣 因為美國太大了 然後美國說最近還有一個規定 說打完疫苗的人 可以不戴口罩 可以不戴口罩 在任何場合室內室外都不用了 但是怎麼能夠判斷他到底有沒有打疫苗 是不是這樣確診又會起來 沒錯 他們的確看到確診又起來 我覺得拜登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 其實他是希望藉由這個動作 吸引更多人打疫苗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一步有點冒險 首先是其實美國人 本來就很不聽話 他們很多人本來就是不戴口罩的 所以不管你講不講這件事 不打疫苗的還是不打疫苗 他不會為了不戴口罩去打疫苗的 可是你這樣一宣布 反而是很多乖乖原來戴得住口罩的人 他不戴了 然後你其實根本不能辨別 這個人有沒有戴 那街上搞不好大家就拿掉口罩 我覺得這是冒險 那就是後續的防疫問題 因為美國其實也只打到48 但是以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現在才是打不到1% 那我們太遠了 對 如果我們真的要到60% 這樣子打的速度 大概要多久之後才能半年嗎 還是首先先有疫苗 美國自己是估他們7月 對 就是國慶日左右 也許就可以達到一定的覆蓋率 如果台灣 從1%到60% 我先講日本 日本買了很多 日本買了人口的兩倍的疫苗 他們其實還有國產疫苗 所以他們自己是估大概今年底 韓國也差不多 就是也許今年10月前後 達到群體免疫 順利的話 他們應該 這當然還有很多變數 要看你訂的疫苗會不會來 我們的話我覺得 大概就是在這些國家再後面 因為你要他們 明年 大家都打完 而且我們還要 我們要先取得疫苗 我們要取得 因為我們現在的訂單 就算都來 我覺得 你把東西堵在國產疫苗上 其實也是個未知數 總共2000萬 我覺得不一定夠 可以想像的是 疫苗接下來應該會進入買方市場 也許供過於求的情形 再過幾個月也許會發生 那時候也許我們比較有機會買得到 等美國都打完之後 歐洲都打完之後 所以7月份大家真的要先冒險去打國產 因為現在今天也喊出說 有醫生講一定要做三期再來讓國人打 不然會非常危險 還是不管了 先7月大家先打再說了 這個我覺得6月有得吵了 6 7月 專家們應該會吵成一團 就是我們到底 應不應該只做完第二期就緊急授權 這個我上次節目好像有大概講過 總之這個 那時候在吵 應該還有很多可以爭議 可以坐下來討論的地方 對 所以現在看出來 現在是國人 大家都非常急著希望 能夠有安全的疫苗 能夠讓大家來注射 不然面對這一個疫情 大家就像是沒有拿著這個 任何保護措施來保護自己 但是我們都還記得說 好像有人講說 沒有這麼急迫性要打疫苗吧 我們來看王定宇他講說 最近就是有人巴不得 臺灣疫情失控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巴不得 臺灣疫情失控 大家都巴不得臺灣可以繼續當模範生 我們來看王定宇在這個地方 他就是 就是在他臉書上面說 有人不斷地唱衰 傳播假訊息 巴不得疫情失控 然後又叫蘇貞昌要下臺 簡直是沒有邏輯 就是在這個政治導彈 後來他又講說 這個其實根本就是 中共的一個認知作戰 要分化民眾對於蔡政府的這些信心 所以現在臺灣真的需要趕快急著打這個疫苗嗎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是二月份的時候講 他當時是講說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需要 他跟蘇貞昌口徑是一致的 根本就沒有這樣子的急迫性 為什麼急著要打呢 他這邊講說我們現在臺灣感染率非常的低 打疫苗的比打疫苗的風險還低 又不像其他國家感染率那麼高 然後臺灣民眾是出國前才有需要要注射疫苗 也就是說你們這些人在窮緊張什麼 不需要打疫苗 幾個月前是這個口風 然後這現在我們看看 他現在又在那邊講說 現在大家在這邊講說沒有疫苗病房 根本就是這個中共在作戰 我覺得他好像就是已經忘記他二月份時候講說 沒有需要打疫苗這件事情 蘇貞昌他也是說 這個也同樣是二月份的時候講 臺灣不像其他國家一樣 在疫苗的需求上 有這樣比較大的急迫性 但是剛剛林醫師也講說去年的時候 各個國家去年的這個時間點 都已經急著在搶疫苗了 我們到今年二月都還在睡 都還在說沒有急迫性 你們這些有急迫性的人是怎麼樣 現在打疫苗風險還更高 然後現在馬上轉口說 你們這些人就是希望臺灣疫情失控 我覺得大家已經看不下去 這些說法都是事後掰的 民進黨原來是什麼姿態 是什麼樣的盤算 他們不是講說都要超前布局嗎 我們不是要領先全世界 做給全世界看嗎 那照這個說法 疫苗他們原來的理想是什麼 講是不是說自己 最好我們自己國產能夠生產出來 第二個不要講說現在的以色列 我們應該是在以色列之前 全臺灣百分之八九十都打了疫苗 這個我們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 這難道不是你們原來想的嗎 這才是超前部署不是嗎 那如果用這個標準 那現在回頭來檢查 你到底落後多少 你不要再掰了 你開始講一大堆有的沒有 說台灣不像其他國家 有什麼疫苗去除 太緊張了 這個第一個都是後面在講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你們民進黨原來的疫苗的 規劃是怎麼樣 拿出來 那有沒有按照進度 那你中間難免碰到困難 合理的困難 或者以前沒有經驗到 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比如說像林全那個事情 有沒有人從中阻撓 那個從中阻撓我剛剛講合理的 比如說國際競爭 人家我們搶不過別人 還是你們民進黨自己內亂 下面有回扣的問題 有其他利益問題擺不平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怎麼可以接受 疫苗進來的延誤呢 你再往前講一遍 比如說剛剛王帝 有二月一號講說 疫苗怎麼樣這樣 今天如果要進中國大陸的疫苗 法律上不允許 可是我要問 如果今天講不科技一點 全世界其他國家疫苗都開發不出來 台灣也開發不出來 只有中國大陸有 那你不會修改法律嗎 法律是死的嗎 在這個事情上 有必要有那麼意識形態嗎 你今天修改法律跟他買疫苗 有威脅到台灣的什麼主權動搖 國家完蛋嗎 這些都是在那邊掰 你自己失能 判斷錯誤 然後太得意 輕敵 結果發現疫苗第一個 不是那麼好搞 國家隊沒那麼行 到現在開發不出來 第二個 就以為說要有錢要買就有 哪曉得國際之間競爭這麼激烈 第三 老公現在人要開發出來 有點壓力 就開始講什麼法律唐塞 老百姓不是這樣想 對 今天中國大陸去年跟印度 那個衝突還死人 去年還死人 印度今天災情這麼大 那老公說我們要來幫你 他是主動說要幫 對啊 那我們台灣現在兩邊 他來幫你 你有什麼好拒絕的 是啊 那現在回到這 當他們在疫苗這個事情 這樣失策失能 問題一直出來的時候 被批評 我們這些人批評的時候 王定宇出來鎮壓 說我們是中共什麼在台的 寫什麼人 寫作人 他說什麼玩意 王定宇你我昨天已經通罵了 你憑什麼 你講的是誰 給指名道姓啊 對啊 拿出證據啊 對啊 你不要忘記上次你們給人家 冤枉那個什麼 那個新黨那幾個 說他們是匪諜 到最後都沒事啊 你們可以隨便扣帽子嗎 今天疫苗這個事情 事關台灣老百姓的生活 生存 那你政府今天做得不好 人家監督 批評 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你們自己做執政黨的立委 你們應該是比別人更急 你們應該監督 結果沒有 你來監督這些監督者 你要打擊這些監督者 這什麼玩意兒 說我要再次講王定宇 你不要講話不負責任 你講那些什麼房東 房客的這種說法 人家都不相信 對啊 命令不負責任 你今天如果情感不負責任 政治態度你指控別人 是老共在這邊的協作者 這帽子可大 是 你可以隨便講話不負責任 所以疫苗這個事情 不要再扯了 承認自己的失職 承認自己的失算 承認自己應該要自己檢討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就好像執政黨就是慣用這一招 就是說沒有口罩 去年沒有口罩的時候 就說我OK 什麼你先領 然後沒有口罩的時候掩蓋一下 就說大家不用戴口罩 好 再來疫苗 現在沒有疫苗的時候 就來講說 我們有需要打疫苗嗎 現在沒有這個急迫性 然後最近也是 確診者沒有病房的時候 他就講說你可以先在家裡頭 所以任何他們缺乏的 他們沒有準備好的 通通都是先用一個說法 就是說沒關係 你不需要 你在家就好了 你現在不急 一切都沒有這個急迫性 怎麼都是這樣的說法 我就用八個字來形容 這一年的抗疫的行為 防疫的行為 叫做七世道明 焉耳道靈 七世道明 你以為一直加零加零 把自己塑造成像神一樣的形象 什麼東西都要做成紀錄片 什麼東西都要大內宣 大外宣 大概記得五個月前 就跟Discovery合作一個叫做 台灣戰役權紀錄 以前我們跟Discovery合作過 Discovery的這個 製作經費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啦 你做了一個台灣戰役權紀錄 可是下半場還沒有打雷 那你要不要現在做一個 全紀錄之續集呢 你要怎麼拍呢 好啦 布陶醫院 是不是也是一個破口 結果布陶醫院 明明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但我們看到衛福部 還要做一個標案 又要拍影片 又要做內宣 連布陶醫院都要拍紀錄片 是怎樣 是要紀錄他的失職嗎 到現在布陶醫院的破口 到底怎麼發生的 還沒有人負責 欸 布陶醫院是公立醫院 他不是私立醫院 也不是市立醫院 他叫做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他是直屬衛福部的 照理說誰該負責 陳時中 疫苗 大陸疫苗 你不喜歡 沒有關係 方艙醫院 你不喜歡 沒有關係 你要改叫真艙醫院 也可以 核能 你不喜歡 也沒關係 你不要給我們缺電 你給我們疫苗 你給我們的所有的確診病患 有地方住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只會說嘴 只會說別人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就是台灣的防疫到最後 我們防了口水 人與人的口水 我們是防病毒 但我們發現這些政客的口水 比病毒還要毒 對 最近 雙北在防疫防盜中 到處去堵這個疫情的破口的時候 民進黨在操作什麼 大家有在看到網軍 在那邊操作借科打猴 甚至連他們網軍側翼的 這個群組的策略紀錄都流出來 那代表什麼 有人看不下去 有人看不下去才把他們 內部的line的群組出來 這跟東廠事件是一樣的 還是有人是有良心的 不是用錢就可以把所有事情 蓋下來 就有人問我說 你是台北市議員 現在民進黨肯定你們台北市的防疫 覺得說新北市做得不好 你什麼想法 我就說雙北現在都是受害人 對 我們都在處理諾富特事情的破口 我們都是衰到你知道嗎 雙北都衰到 然後你去問說哪一個受害人表現得比較好 這不是很諷刺嗎 我們應該去把那個加害人找出來鞭刑吧 諾富特事件大家就忘記了嗎 三加十一還維持耶 沒有改耶 大概沒有人去追究 防禦旅館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我們在大阿葛現在在幹什麼 只會拆籃球框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防疫的時候 其實基層公務員 因為我以前是公務員 我也處理過SARS 我跟你講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永遠做的 不會有基層公務人員多 少在那邊死傷罵懷 其實我們看到說雙北是受害者 而現在這個萬華地區的居民 也是很辛苦 也是遇到了一些這種被霸凌的狀況 但是我們真的不禁要問 那真的這個抗疫的戰犯們 就是像范雲 像鄭文燦 像陳時中 我們是不是反而應該要來追究他的責任 現在這個疫情在延燒 但是周遇寇卻是怒標 侯友遺害的 大家很多人 就是如果腦子很清楚的人 大家看完這句話 都是滿頭問號 想說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抗疫出現 破口是這個侯友遺了